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老家的影蟹山中 这一座真有立宿意义的 道南风教旧板工天下 也要真是来进行收货港顶路 以下五百万的工作天堆 可以让大家看到收货后的成功 只望未来这个地方可以变成一个 我们的警政做主题的一个小小的投资官 未来也可以有一些我们的服务设施的在里面 像刚刚我们的主持人说 他不但是一个知性的一个文化据点 他也是一个感性的 也是一个观光的 领域的一个好地点 道南风教旧板工天下 在93年风教成造以后就变成宏货的空间 因为是道南地区真有代表性的建议 所以在97年公告委员定高日 现在也在官府的专门经货下 将于他要来进行收货 也让很多人是很记得 就是对于警察能够保持这个 帮我们保持这个警察的历史 我们是非常的感谢 也希望500多天以后 能够就像主持人 现在副先生讲的风华在线 很期待 我们所管党和李管党 李管党接着 完成这个古迹 既然公地好利用 大家可以来这里出土 在开工专业中也依照 日本的传统来进行 本院的副官党 中方曾表示 他们希望可以从道南 变成一个真有代表的修订 让大家来这里都有幸福的感受 都看到地数的痕迹 看到我们古代 那时代 由日本时代 就保留下来 我们这些建议部 我们把风华在线 可以来扛我们再利用 来给大家怀旧一下 走过历史的痕迹 觉得真的很好 在利用4千多万的金费 以够在100空人 年车完港的 道南风局局办公听下 官府也邀请大家做回来 建政 做立宿意义的建局 可以将他们的美丽红帽 在处定现大家的感情 既然很深 藏不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